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上期通用的戴家顺 今天很荣幸可以站在 CuberCon的舞台上 然后拉上我的两位小伙伴 给大家做些 女员生方面的技术分享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构建一个 Active-Active的 Kubernetes控制平面 与业界更多 上层概楼的方案有所不同的是 我们针对实际的业务诉求 而实现了一个更加扁平化的话 希望对应的一些新的思路 可以给大家带来启发 开始之前快速做家族 我介绍大家算来上通用之后 同是多年汽车领域的业务架构设计 目前在负责 企业的云平台的规划和落地 大家好 我叫宋文杰 来自Docloud 然后是担任软件开发的一个工程师 经常参与一些 云原生项目的一个研发 大家好 我叫黄敏杰 然后我也是来自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担任的话是高级软件工程师 然后我也是 参与多个云原生的项目 然后也是多个CNSF社区的一个Member OK 接下来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上汽通用汽车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云原生方面的技术分享的一个历程 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意识到 未来容器相关的一些技术 可能是一个导致的一个重点方向 我们开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我记得当年 Ducket Swarm和Kubernetes还属于这么一个如火如荼一半一半的一个阶段 之后呢我们当时内部也是做了多个维度的一些评估 最终选择了Kubernetes作为企业云的实践 时间来到2017年了之后 我们针对于我们重点的一些业务领域 只要是B2C和经销商两个领域 进行容器化的一些探索和落地的POC工作 之后18年的时候 随着对应的POC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那我们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一个投入 开始做多集群的管理 时间来到2020年 我不知道大家针对这一年还有什么印象 当时业界的整个一个套路获得年度词汇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 敏态和稳态 当年的一个套路是说 我针对于传统的一些业务 更多使用稳态的虚拟化的传统的技术方案去解决 之后我如果是一些2C的 有一定流量层面上出征的一些业务 我们倾向于走新的云原生的一些传新的解决法 可是这两者就真的这么水火不容吗 是不是可以融会贯通 因此在2020年的时候 留给我和我的团队的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管理传统容器的方法来管理 传统的计算资源 甚至是IT内部的一些服务 同样的如果我们选择Kubernetes来管理的话 那Kubernetes本身这层的平台的可靠性是怎么保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快速先了解一下Kubernetes本身是怎么样做资源管理的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这个在Kubernetes中是怎么管理资源的 首先Kubernetes它可以 它有一套自己内置的一个资源 比如说Pod Service Deployment这种 然后它是通过它的版本 然后类型还有Group这种方式去进行管理 我们可以通过创建这种资源来满足基本的这种应用的创建 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CRD的这种方式来拓展我们想要的一些自定义的资源 我们定义之后 我们知道CRD是一种命令式的一种控制方式 它和Kubernetes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完CRD之后 可以创建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来进行管理 然后通过CubeControl去进行管理 然后第三种的话是通过自定义API Serv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Aggregation API Server 它这种方式可以创建命令式的方式和同步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API 因为我们可能一些原有的一些业务系统里面可能有一些原有就有的一些API 然后我们想要集成纳入Kubernetes管理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自定义API Server的方式去进行管理这种资源 然后这种方式和CRD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这种方式更灵活 更能够满足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化需求 比如说我们需要命令式的方式去管理资源 或者是通过同步的方式去操作资源 那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把这种API对接完之后通过API Service 注册到我们Kubernetes中就可以进行管理 然后最后一种管理的方式就是Webhook 那Webhook它可以在请求到达API Server之前的话 可以对请求进行健全 然后进行修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定义操作 由此如果我们需要通过Kubernetes来管理一个外部资源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需要做如下四件事情 第一件我们说绑定RBA机和用户组的这个关系 我们需要通过RBA机去管理整个一个用户 和这个资源本身的一些对应关系 答对这单比方 如果我是一个SET10的Member 那组织授权 我可以针对于我所管理的一些Version Machine 进行一些扩容的工作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IBA机 把Version Machine这个资源的Edit 传线付给我的SET10 那同样的如果我是一个Acceptor 我可以做一些资源的申请工作 那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资源的Coreate 传线付给我这个Group就可以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谈的是说声明是加迪整个一个实现 那本身Coreate我可以通过加迪去实现这些 针对一些外部资源的一些扩展 那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可以意识到正常情况下 我如果去管理它 申请一台虚拟机 那我只关心两颗四级 可能5C进行盘 零列操作系统 但我并不关心这台机器运行在哪个机柜上 或者是说具体物理上的一个运行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声明式的方式 比较显而易见地去构建的部分资源 而后面的用户无关的逻辑 只需要做一些高内聚的实现即可 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也要意识到 我们同样还有一类诉求 打比方我需要对一台虚拟机进行重启 或者是说我需要去查看某台主机的System Log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套模型很难 通过声明式的方式去做一些具体的实现 往往是一个命令行的方式 那这时候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资源的方式 做一些API扩展了 但是很可惜截止到目前为止 本身Kubernetes CRD里面的 针对子资源的扩展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可以尝试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尝试自己 启动一个第三方的API Server 之后通过子资源的进一步扩展 去扩充某些Kenneta POSTA这种 不同的ATDB语义 进而实现这些命令式的需求 那最后一点我们说 对于企业来说 一些必要的流程管控是不可或缺的 那传统的针对流程管控的 更多是说我在前续环节上做这些事情 也就是我具体的一些 资源的申请资源的管理的一些请求 我在进入API Server之前 我可以做一些前续的环节 但是同样我们应该也要意识到 Kubernetes本身提供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中偶核的解决方案 我可以在请求经过API Server之后 在落到ETCD之前 我会有WebHook 那通过WebHook的方式 我是可以知道 我当前这个特定的请求 是特定用户 针对于特定资源的特定操作 那通过WebHook的实现 我们可以去预先判断 这部分特定的操作 要不要做一些预售权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特定的操作 做一些拒绝的处理 然后发起个外部流程 可以做一些必要的控制 当然等对应的一些 省批流程通过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先前那些 持久化的请求 进行一些必要的回放即可 由此我们就可以快速实现了 一个通过Kubernetes 去管理一个外部的资源 或者是IT服务了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架构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operator 或者是一些对应的资源的controller 那这个对应的controller 我通过原始的Kubernetes API 去访问到我所管理的这些 verse machine 或者一些其他的资源的 逻辑状态 那同样呢 我通过这个controller 就通过它访问它原始的一些物理 API 那获取到它的物理状态 通过逻辑状态和物理状态的整个一个 controllation 那我实现最终的一致性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环节中 我的operator本身是 所处理的这部分数据 基本上是无状态的 我的登山改的操作 配合查证本身是能 能做到最终一致性的 那这个架构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有 有潜在风险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这张图的上方 也就是说在资源的存储层 事实上我们不管是通过原始的CRD 去通过Kubernetes那些原始的CRD的扩充的方式 去扩充这些资源的管理 还是我们自己 其中一个第三方的API Server 自己实现一个外部的ETGD 或者一些自定义的存储 去实现这部分API的扩充 那针对于存储层的可用性 始终是这个方案最为薄弱的地方 那如果要提升这层的可用性 我们看一下业界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传统的在Kubernetes社区 提供的我们一种 几种高可用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看单级群测的话 在Kubernetes社区 官方就给我们提供了两种 首先第一种是Kubernetes 它的控制平面组件和ETCD 用多副本的方式 部署在多个节点上面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的节点 可以在某个节点当机的之后 它的组件还能够正常运行 它这种优势的话就比较简单 当然它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就比如说你当机完之后 它的底层存储和底层存储 其实是有受影响的 可能会数据损坏之类的 所以它提供了下面一种架构方式 把ETCD这种存储外置和组件分开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降低存储 当机之后它带来的一些风险 当然这种在单级群模式下 其实比如说我整个机房当机之后 那这个集群其实就挂了 所以在社区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是 我们如何提高这个单级群下面的一个可用性 那就是把单级群转成多级群的方式 我们通过多级群的方式 来提高应用的可用性 把应用部署在多个集群上面 通过多副本的方式 或者是异地多活的这种部署方式 来提高应用的这种可用性 当一个地区或者是某个机房挂了之后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备份的 一个应用在正常运行 可以对外提供服务 减少这种当机的损失 当然还有一些像社区的一些组件 像Kamada这种 它通过控制平面 来提供应用故障转移的这种功能 当你一个地区的一个集群挂了之后 那它自动会把在这个集群上面的应用 转移到另一个集群上面去 能更小地减少那个当机的时间 减少损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多应用多集群的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它也是存在一个风险的 控制面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单点风险 如果大家做过架构 大家应该意识到 高可用架构的本质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解决一个概率问题 也就是说我通过同层组件的冗余 和上层的一个负载均衡 是可以显著地提升当前这个组件的可用性的 但是由此带来的代价是什么 实杂性 这就好比大家为了保护牙齿刷牙 那我引入了牙刷 那牙刷的可用性怎么保证 你说你贴取铜牙 笼鱼 准备一个十把牙刷 那这是一个方案 那你说现在比较高级 有一些高科技的超声波牙刷清洁器 帮你牙刷做清洁 这也是一个方案 可是这个引入了超声波牙刷清洁器 它本身的可用性又怎么保证 难道再引入一个超声波牙刷清洁器 为超声波牙刷清洁器清洁吗 如此层层套娃 有没有更加扁平化的方案 要知道我们本身为了做这件事情的 最初的一个目标 其实只是为了在通过Kuber去管理外部资源的时候 去提升这一层的控制层的可用性 所以在这个有限范围内 是不是有一些更加扁平化的方案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快速先回顾一下 Kuber本身针对于CRD这类资源整个集成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的请求经过API Server 在落到ETCD之前 我会经过两个webhawk 一个validation Kubernetes本身提供两种validation的模型 一种叫mutating 一种叫validation 分别对应了资源的可写的预处理 和指读的脚印 那我们需要注意到 一般性根据对价实践 我们往往要求这两层webhawk的实现 尽可能去实现密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在后续的ETCD落地之后 我在做对应的controllation operator 或者controller 在做controllation的时候 会频繁地对管理的这类资源进行读写 当然你说 而这个读写又会再次触发 走刚刚那个路径去触发 可能或者触发对应的webhawk 当然你说 我可以通过一些技巧 通过一些severcounter 什么 我把这些特定的请求过滤掉 那这里面复杂性又增加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们可以需要注意到 本身针对controller 或者是operator 这层的可用性 是怎么去保证的呢 那目前我们的最佳实践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 我们会通过ITF standby的方式 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我会起多个controller副本 之后我可能是这些副本 同一时间去抢某个config map 或者是某线Tation的所的服务 如果抢到的话 我是属于ITF 否则我属于 standby OK 那想清楚这两点 想清楚这两点之后 我们脑洞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 简单点构建两个集群 之后呢 我的业务的operator 始终以ITF和 standby的这种模式 就是运行在特定的一个阶级的集群上 而其他的集群的operator 或者是说 当前集群另外副本的operator 属于 standby的模式 最后我们想方设法 去实现这两个集群之间 我所关心的这类数据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Versive Machine管理 这种数据的双向的同步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 也许你会说 这里面还遗漏了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户前端提交 或者通过这种命令行 或者其他方式前端提交 这个访问API Server这个场景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场景 其实跟刚刚operator的 一致性保证有点像 我的增三改的操作 配合本身的查询 其实可以做到最终的一致性的 所以基本上 这层的实现 我们只是要通过一些 网络去做一些必要的 ETM处理 或者做一些负载均衡的转发即可 进一步打开来看 我们可以去实现一个分布式的锁 之后呢 这个锁为两边的operator 属于ETM处进行一个锁服务 之后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生产者的 这么一个组件 之后呢 这个组件我去握取当前的集群里面 我所关心的自然对象的这些状态 当我对应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通过Q扔到对面集群 由对面的consumer进行消费之可 当然这只是一个 逻辑上的一个抽象概念 但是真要实现这部分的东西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 Kubernetes的本身 针对自然对象的版本一致性管理 是怎么做的 现在我们在社区中可以看到 有人曾提出了一个 有人曾提出了一个关于 就是那个K8S API 是否具有强一致性的一个问题 从而引发了一个 我们对K8S的一个 Resource Rowsing的一个属性的探讨 它实际上是实现K8S 就是一致性强关键性的一个 重要因素之一 然后Resource Rowsing 它允许多个客户端 然后在进行支援操作时 能够保证它的一个 准确的一个工作 然后并避免一些冲突和一些 就是数据不一致的一个问题 那在K8S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Resource Rowsing和 Generation 它是怎么去进行工作呢 那Resource Rowsing和 Generation 在K8S中 它其实主要是用于 那个并发控制和版本管理的 两个关键属性 首先呢 针对Resource Rowsing 它其实是每个K8S 就是那个支援对象的一个 内部版本字符串 我们注意的话 那它其实表示的是 支援的一个版本号 那这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单调递增的 一个止读的且集群内 唯一的一个字符串 它是有就是K8S系统自动 就是分配和更新的一个字段 就是当我们的 资源对象进行更新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Resource Rowsing 它的值其实是递增的 然后呢它可以表示 我的这个资源对象 发生了变化 那因此呢 我们作为用户 我们可以通过来 比较这个Resource Rowsing的值 来那个就是判断 我的对象是否有没有变化 或者是有没有冲突 那K8S呢 其实它是通过定义 就是Resource Rowsing 来进行就是 并发乐观控制和版本管理的 一个状态 那就是在写入ETCT的时候 那个Resource Rowsing 就是那个K8S APS Server APS Server 会对Resource Rowsing 进行比较 进行它的直径比较 来进行那个数据冲突的一个检测 当请求的数据和 我们K8S版本中 资源请求的那个 版本号不一致的时候 那我的K8S肯定会返回 那个资源冲突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作为用户 我们就需要重新 获取数据 并重新发起 那个更新的一个提交 那讲到这里的话 那我们肯定会思考 Resource Rowsing 它到底有谁来生成的呢 它其实是基于底层的 就是ETCD它的KV 就是Revolving 的一个版本机制进行生成的 那资源对象 每次进行Update的时候 那它其实都会进行更新 Resource Rowsing 你当你更新资源的时候 那个ETCD它其实是根据 自身的KV版本机制 然后生成对应的Revolving 和Model Revolving 然后生成之后 它会把这个值返给我们的K8S 那K8S 此时它就会根据Revolving 来生成我们大家就是 常见的Resource Rowsing 这样的一个字段 返回给大家 那其次针对这里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Generation Generation它其实是一个 表示对资源期望状态的 一个序号 它也是由系统生成的 是一个单调的地增止读的一个字段 它其实发生在 它是有K8S生成的 当你的那个 资源对象的配置 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会 Generation的值 会发生地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相对于Resource Rowsing Generation它其实更用于版本的 就是用于我们资源版本标识生成 而不是一些更加细利度的一个管理 因此我们通过以上 可以总结出来可以看到 K8S它通过对Resource Rowsing的定义 来进行实现 就是实现我们的API强益自信的一个关键 然后它确保了我们对集群中的 资源的一个并发操作是可靠的 正确的且是一致的 那通过Generation来定义 就是通过Generation来管理 就是资源的那个状态的一个序号 来实现你对版本迭代的一个管理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一样画葫芦 直接构建一个跨极群的版本号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要构建一个跨极群的版本号 我们再拿环节加入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性根据Kubit的套路 我们往往会有三个地方 有机会去做一些额外的代码处理 那第一个是说我用户提交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是说我在做Controlation 或者对应的一些operator 在做处理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Webhook 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三个点各有什么优利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通过用户提交的时候 做一些额外的专对上版本控制的话 首先用户提交可能会设计到多个渠道 那我可能通过命令行 可能是有一些前端的UI或者处理等等 那这时候其实就涉及到多个渠道的代码补区 那另外一点是从控制域的角度来说 版本号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事情 那如果把这部分东西 轻易的外放到用户层面上 让用户去做这个 其实相对来说会失控 所以第一个方案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第二个我们说在Controlation的时候做 那基础上完全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是同样我们应该也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本身根据Kubit的这些资源对象 很多对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有很多负责和引用关系 答最简单的比方 就由我们先前的虚拟机来说 那我一台虚拟机可能挂靠了一个磁盘 那我这个磁盘通过PV和PVC 给profession出来 那这时候其实就涉及了至少四个对象 那这时候你如果通过硬代码 去做一些版本的管理 其实就涉及到很多印代码的一些 偶合相关的一些开发层面 从中起了 所以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最终我们在WebHawk层面上去做 对应的版本的 跨集群的版本好好的加入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数据的同步 刚刚谈到两个集群之间 我通过Kubit做数据同步 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方案里面 最为复杂的一个点 那我这里只是先简单提一下 这里面需要涉及到点货的思路 那首先第一个点是说 刚刚谈到Kubit很多对象有复制关系 那这个复制关系 如果大家做过一些业务代码的开发 其实大家应该意识到是 有引用关系的这些对象 通过Kubit的时候 在特定场景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乱序 所以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些从事队列 去做对应的处理 那第二个 resource和subresource 因为WebHawk的关系 我的resource和subresource 同时会被WebHawk给handle到 那这时候其实需要做一些区别处理 那第三个是说 我的资源的删除 如果大家做过一些operator的开发 甚至是说我们看那个 本身demo的operator operator的demo代码 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到 针对于资源的删除这一段 其实会有一段单独的逻辑代码块 对吧 所以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针对于资源的删除和准备删除 预删除这些环节 我们需要做一些区别的处理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的资源的集群可行 刚刚谈到的resource version 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些例子呢 我们需要在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去做一些过滤和一些区别处理 那为了避免呢 我两个集群 甚至多个集群 在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导致的来回TP球 甚至产生了一些 潜在的网络风暴问题 当然从方案的完整性角度来说 我必要的一些metrics 或者一些monitoring 对应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是要考虑的 打比方我们需要去考虑 我的operator的当前的 主通所的一个状态 我需要考虑 我的从事队列的一个情况 以及整个队列的吞吐量等等 今天的技术部分的分享 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最后尝试做一下总结吧 那我们今天谈的 其实是一个技术上非常小的一个点 但是在这背后的一个逻辑和动机 我觉得借这个机会 可以简单给大家做一下分享 个人思考 也就是说 主机场针对云元森的理解 以及为什么会在这上面做一些投入 我相信如今在2023年 整个业界针对云元森的发展方向 这个无容置疑了 那这样同样的对于主机场来说 是不是光去使用就行了 那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看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我们谈说热力鞋第二级 就所谓的或封闭的事物 甚至是封闭的一些 足够封闭的IT系统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逐步从有序域走到无序 那我们说 引入的一些外部的管理手段 技术框架也好 本质上是让它变open 或者是说让它去降伤 第二个点我们说 复杂性走很远利 就是说我们的系统的 固有的业务复杂性 其实是放在那里 摆在那里了 当我引入一些新的技术方案也好 开源框架也好 让开发的效率看似提升了 但是这背后的逻辑是说 我的复杂性 并没有凭空消失 而是下沉到我所引入的 这些框架也好 下沉的框架也好 平台也好 引入到这里了 因此我们说 主机场针对云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两个境界 那我说第一阶段 我们说用云 那这里面用云呢 我们通过引入的一些 原生的标准化的框架也好 专业化的一些能力也好 那我将我的开发层面上的 原先的一些能力 逐步下沉到平台层面上了 这样对开发来说 我可以更加专注于 业务这层的实现 就好比我们引入了service match 我的开发只需要简单的 提交几个完喵 大概知道match怎么用就可以 我把几个场景的match 如何怎么用 完喵准备好就可以 我不需要再像原先一样 可能百分之六七十的开发 都需要了解什么Spring card 夫妇发现 Uyuka 高可用原理等等 数月有端工嘛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谈的是说 见云 那这里面谈的见云 并不是说 我完全推导从来 之后把所有的东西 都推成开源了或怎么样 而是说我借见云所谈的 带来的体系化和标准化 去快速地做自身的减法 去快速地做自身的减法 我企业可以划条线 那线以下的同质化已经标准化了 那我可以交给友商 快速地低成本地去实现这个事情 那线以上的 设计到的体系能力和处理旁通的 那我这时候可能 有商未必能买得到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具体的投入 那这里面说的投入 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 Cloud Native项目 而是说云这件事情带来的体系能力 和处理旁通能力 就像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今天谈的通过Kuber的方式 去管理传统的IT资源或者服务 或者是说我们通过一些传统的应用 高可用的方式 去提升Kuber这层的可用性 就是这个道理 那说到底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最终还是为了 促进我的研发车的效率提升 正所谓我们说打开门 不带闭门倒车 使用业界通用的轮子把大家通得更远 好 今天分享结束 谢谢大家